我俩在一起 男嘉宾小杜23岁来自山东中介 女嘉宾小杨23岁来自天津学生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老师好 中介 人力资源 做人力资源就是给别人介绍工作的 怎么认识的 就是有一次我们在网上照顾 然后他就是投简历投到我们那 在他面试感觉人还可以 然后就是追了就追到手了 你追的他 对 怎么了 今天为什么来 是我主动要求要来的 因为我现在完全跟他沟通不下去了 刚开始在一块的时候 他还是挺浪漫 会制造一些小惊喜 现在的话就完全没有这些了 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 他对我考研还有出国 这方面的限制 我就觉得他是我每次想往上提升时候 一个绊脚石 怎么谈这点爱成绊脚石了这个 慢慢说吧 先说考研好不好 考研怎么办你脚了 就是刚开始认识我们就打三嘛 其实那时候是考研的好时机 那时候就想考 然后他非常好去工作 然后接受了 我已经给他找了一份实习的工作了 然后一个挺大的金融公司 在里边实习 然后我就感觉没必要再去考研了 而且那时候我们已经在一起了 就是有点自私 想让他留在我身边 那我后来又想考 你不也阻拦我了吗 后来又要考了 对 你又阻拦了 对 他阻拦你就管用啊 他就一直在那儿算阻拦我 总给我传出一些负能量 后来我又想那个 他不老说工作好吗 然后又想出国 出国这个事其实就是 挺无聊的我感觉 我出国去当义工 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 你总是觉得那很无聊 因为那个义工就是澳大利亚 然后牧场农场里边 工资就一点 然后就是给那个奶牛洗澡啊 就是摘摘水果什么的 你说一个女孩子家 自己跑这么远 然后那边也没有亲戚朋友 最主要就是还是 想让他留在我身边吧 就是稍微有一点自私 对 我一个人在国外一年 我可以多么的独立 多么的优秀 你是无法想象的 不不不不 你让我们想象一下 你可以多么的独立 多么的优秀